大家好 在这次视频我们来聊聊 关于录制播客当中 我们会用到的一些录音设备 那么其实 就我目前而言 我用的录音设备是ZOOM的H5 加上两个SUR的SM58麦克风 那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这一套设备可以很好的满足我的 录制播客的诉求 因为我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录播客 所以在一个人录播客的时候 我两个麦克风出手鱼 偶尔有一些朋友会过来 那么两个麦克风基本上也满足我和一个朋友的对谈 所以说我觉得目前的我这样的一些录音设备 是满足我自己的诉求的 不过满足我的诉求 未必能够满足你的诉求 而且选择设备这个事情 它是有预算的 比如说就像我说的 我的ZOOMH5加上两个SM58 那么这一套设备 整体下来接近3000块钱 那对于很多 我刚刚开始录播客的同学来说 肯定是不太合适 毕竟这个事情呢 你不确定还能做多久 那上来就投入这么大 可能最终就浪费了 对吧 那既然你是一个新手 你想要录播客 你也来到了这个视频 那我肯定要给你一些建议 那从我自己个人的录播客的经验来说呢 我其实建议你在一开始录播客的时候 选择使用手机来录制 因为其实到了现在我们的手机的价格 其实都很贵 比如说我买一个新的iPhone可能要七八千 对吧 我买一个行业安卓也要三四千 那这么高的价格 其实代给我们的是各种硬件原件的性能都非常的强 它们都可以很好的去完成我们的录音功能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如果你想录播客 那最好的方案是 拿起你的手机就开始录 对吧 那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满足所有的新播客主 开始录播客这个诉求 那么它比较适合你 哎 刚刚加入进来 就先试一试 因为你不确定能做多久 那当你慢慢做了时间长以后 你会发现手机录播客呢 可不可以 但是手机录播客有个问题 就是它对于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这是因为手机的麦克风 是一个全向收音的麦克风 它不仅会收手机正对着的这个声音 它还收手机背后的这个声音 这样就会导致它会收进来很多环境音 在我们录播客的时候 如果我们希望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更多是人声 那这些声音 就属于我们想要消掉的这些噪音了 会很麻烦 那如果你在平时使用手机录音的时候 那你就一定要找一个足够安静的空间 好让你的最终录出来的声音呢 听起来还不错 那如果 好说好 现在我确实 我也找到了一个安静的空间 但是呢还是觉得不爽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也有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 我要去升级一下我的录音设备 那升级录音设备呢 其实是可以升级两块 一块是你的麦克风 一块是你的录音的设备 那比如说像我现在是用录音笔的录制嘛 那你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录音笔并不是一个异点想 对于你来说 相比于一个录音笔 你更需要的是一个好的麦克风 用一个好的麦克风呢 它可以保证你的音质在一个基础水平上 所以说 如果你在用手机用了一段时间里发现 我觉得手机的这个音质就是不行 我还是想要更好的音质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考虑说 那我要升级一下我的麦克风 那我们前面也说了 手机的麦克风呢 是指向性麦克风 那当我们去升级麦克风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选择 刚刚有一点说错就是 我们的手机呢 其实是一个全向的麦克风 对吧 那当我们想去收音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选择一个指向性的麦克风 那指向性的麦克风它的好处是 假设这是手机的正面 那它就只会收手机正面的声音 对于背面的声音呢 它就会很少收音 这样就可以保证 我的人声不过清晰 而环境声呢 就尽可能小 这样你在后期剪辑的时候 会更加的轻松 所以说呢 你在后续不断的去升级设备的过程中呢 你就可以尽量的优先升级你的麦克风 最后去收集 升级你的这些录音的一些其他的设备 那还是说到我们之前说的就是 设备的升级啊 其实是一个无底洞 因为只要你想升级 总会有更好的设备出来 对于我们每个录播客的人来说 你的设备一定是适合你就好 你不一定非要买很贵的器材 更重要的是 你的这些器材满足你的当年需求 不要一上来就搞一个beauty的 对吧 不是不要一上来就搞一个器材的 买了很多器材 没有这个必要性 最终你把器材买好了 结果也没录几期 进去浪费去了 所以说这点呢还是要跟大家去强调 器材最好 但不要贪杯 对吧 你买的合适的 能够解决自己当下的问题就可以了 而且呢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使用手机开始录音 那后面你配的一些设备 可能也是基于手机的 其实是近几年来说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短视频啊 包括这些视频直播的兴起 其实给手机配置的这些麦克风 效果已经非常棒了 所以说其实你想要去找到一个 质量还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手机的麦克风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 当然 如果你说哎呀 我想手机录音呢 我就找一个一部单位的麦克风 因为这玩意本身也不是很贵嘛 好 那这一部分呢 我推荐你去买罗德的麦克风 因为他们家的麦克风呢 确实做的非常的不错 你可以买个罗德的麦克风 然后来去完成你的录制 那罗德他们家麦克风 也有很多种类 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来进行选择 那这部分的话 大致就是这些 那最后呢 还要跟大家再强调一点 就是 录播客 我们的设备重要不重要 重要对吧 你要给你的听众一个清澈干净 没有噪音的这样的一个人声 它很重要 但是 更重要的是 我们播客的内容要足够好 因为声音只是一个基础 能不能出彩 决定你的播客 能不能火 而想要素材 你的节目的内容 一定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